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对这个 如果你能改变你自己去争取你的男朋友 我们就去改变自己努力的去争取 如果争取不到的话 我们也大度一点祝福她和闺蜜幸福 谁说争取不回来了 不一定哦 家境因时富裕的合计 性格强势任性 当男友彭尹松消失之后 他曾多次到彭尹松公司寻找 并提出和好的要求 为此彭尹松彻底断绝了两人的恋情 最后 在何静多次的恳求之下 刘山刻意地去接近彭尹松 本来是卧底的好姐妹 如今却变成了情敌 那么 刘山会有勇气来到现场 接受曾经的好闺蜜 何静的告白吗 何静 站到开启告白这门的按键旁边 你决定要把这个门打开吗 一定要让他来跟我说清楚 真做好准备了是吧 不要太激动了啊 来 请按键 请按键 不许牵手 放开他 你够了 这才我女朋友 放开他 来 来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叫刘山 今年22岁 你出来应该是鼓起了很大的勇气吧 对 说句实在话 曾经是好朋友 这个时候 这样见面确实是有点尴尬 但是我想请你说出你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意愿 我今天 我今天 有勇气站在这儿 就是想把这件事情解释清楚 我没有抢朋友 我真的没有抢他 没有抢他怎么会变成你的男朋友呢 你告诉我 你有什么不满可以对我说 你别在这儿说 你闭嘴 这是我跟他自己的事情现在 你敢抢我的男朋友 怎么就不敢 什么叫抢 我跟你分手了 我们没有分手 分手了 你只是冷静 你没有跟我说分手 在公司里 或者是 在我们平时出现的地方 所有认识的人都在背后指指点点 我真的没有办法认真的工作 没有办法去生活 我今天有勇气站到着 我就是想把整个事情 都说开了 说清楚了 我没有抢他 所以说完之后你误会 我知道这件事情 我不应该 你可能如果有错误的话 只有一点小说 你为什么不告诉他 你的前任男友 现在在追悟 我怕他 我跟何静认识四年了 他的脾气 他的性格 我视了如指上 你为什么要听他的 我觉得何静他这个性格 但是他本性 没有什么太坏的性感 所以你作为好朋友容忍他 对 你觉得何静真把你当朋友了 我觉得何静从来没有真正的 帮我当朋友 我这样想我的 那我每次带你出去玩 给你吃东西 给你买东西 你怎么 你怎么不说这些 哪一次不是你软磨硬泡 哪一次不是我买单 何静你总觉得你 拿钱可以买到所有的一切 你知道吗 你每次说 你接受了 你接受了 那我就是买到了 是不是别人都不愿意跟你出来 你就吃看庞颜 所以说我当时不应该出这个包 我今天拿到现场来就是要跟他说 你要还给他 对 这个包我是拿来还给他的 我们之间我帮他 纯粹是真的是我拿他当朋友 我想帮他 你真的把他当朋友吗 对 你要是真的当朋友 就应该成为朋友的一面镜子 就不管他高兴不高兴 他只要是错的 你就应该吃言不贵地指出来 这才叫朋友 但是你却言听计从 所以说他今天之所以成为这个样子 有他母亲纵容的结果 也有你朋友纵容的结果 我认识到了 所以你今天把这个包拿过来 是要还给他是吗 对 那你还给他 何静 这个包太贵重了 我不是因为收你的礼物才去帮你 收你的东西才去帮你 我这四年来帮你做任何事情 那是因为我觉得我们是朋友 对不起 这个礼物真的不能收 你不用说了 我送去的东西我就从来不会要回来 你不喜欢你就扔了 可是你非要这么强势对吗 我怎么我怎么样 你是我的好朋友 你是我的男朋友 你们两个现在站在一起 我要我怎么样 你说 要我怎么样 可静我们没有对不起你 没有对不起我 你们两个在一起就是对不起我 我平时我跟他在一起 我让你自己想一想 这四年以来 过年过节 你一个人我看你那么可怜 我带你出去玩 让你开开心 想我男朋友是吗 这跟他没关系 你也闭着 我说说什么了吗 你就这样对我 如果说受网对不起你 我向你说对不起什么 对不起有用吗 你们两个都在一起了 你还跟我说对不起 也不是什么分手啊 分手 何静 这四年来 我什么都听你的 你哼什么呀 他不是衣服 他不是说你不想用了 就可以扔掉 你想用了就拿回去 他不是一件衣服 那他也是我的男朋友 他跟谁在一起 也不能跟你在一起 何静 不管怎么样 我在这跟你道歉 没用 你别跟我道歉 但是这件事 我们真的没有对不起你 我不需要你跟我道歉 这么多年 你也没有从来 把我当成真正的朋友 没把你当真正的朋友 帮你那么多 所以我觉得我们以后 你今天能这样 何静 你能听我把话说完吗 我不想听 看我们以后 也没有必要做朋友 怎么敢再做你这样的朋友 怎么敢再找一个 你这样的朋友 何静 那我还谈不谈恋爱 我结婚了我以后 拿着心带着 拿着你的真诚去带着 你才会换来真心 你懂吗 我没有用心 老师谢谢老师 保重 有本事你就过得心 不要再被别人抢了 等一下 我心里有个几点 我应该为你快乐 我还不是一个人抢了 我心里有什么忍 我和你你们快乐 谢谢老师 费 别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你男朋友是在清楚地跟你表达了分手这一个事实之后 人家才开始新的恋情的 我觉得你要好好地学习怎样去爱 这不完全是他的错 父母纵容他 朋友也不说实话 这朋友其实也不是什么好朋友 男朋友也不是什么好男朋友 男朋友虽然说在生活当中说过他 但其实肯定没有言辞地去教育他 去帮助他 他今天这个后果难道不是他身边的那些人所纵容的吗 所以他其实挺可怜的 如果他能够早点来这个舞台 或者早点碰上我这样的人 我一桌给他搬过来 你信吗 我要是你爹 我今天把你带回家 先把你的头发给你搅了 第二我钻了你的口粮 该上课上课 该回家回家 逛什么街啊 去什么夜场啊 到那时候你就会发现 第一只有爸妈好 第二好朋友真不多 第三没钱的话 身边的人一茬茬的跟着见少 真正留在你身边的那个人 就是你的好朋友 就这么简单 不哭了啊 你看哈利亚亚亚这个事儿 我们的审美还是喜欢 简简单单 黑白分明 单纯的哭 好吧 不哭了 祝你好运 把包带回去 给妈妈用 请回吧 女孩子是要富养 但是在富养的同时 满足他生活需求的同时 请该训的时候也训取能 当然不要打他